新疆烧死44人 丝毫不影响习近平和中南坑人的心情 中国人民被困在楼里烧死40几个人都没有反击 这是整个中国的斯德哥尔摩效应 所导致的物资和自私的代价 共产党根本不在乎民众的死亡 如果有人相信新疆火灾死亡的44个人会影响西太阳 中南坑人一秒钟的心情 那个人就无知到家了 有多少人就在此时此刻还在巴结习近平 26日 某国领导人还说要访问中国 要见习近平 哪怕十分钟都行 中东四个国家的领导人 都要挤破脑袋到沙特去见习近平 郭先生表示 反观现在 中国人活成这个憋屈可怜样 用什么话形容都不为过 今天中国人突然变得勇敢起来 说句实在话 就是个畜生也该勇敢了 共产党已经让你去死 让你全家去死了 如果还不反抗 就连猪狗都不如了 如果您的朋友就要来 要来说 就说了 这一段时间 就是你 你会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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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